那么我们就要开始来讲今天的华夏三千年结尾地狱 这个标题可不能单讲华夏 因为你既然说华夏社会是地狱 我们必须要拿出证据来 证明其他社会不是地狱 其他社会比华夏要好 在这边我要说明一下 我们要把旧大陆之外的社会去掉 因为在古代史中是没有这样的澳洲和美洲的概念 就是我们要谈已知的人类大陆 对美洲对澳洲的发现 那是近代地狱大发现之后的事情 而我们讲文化形成 这个基本上都是在近代地狱发现之前已经形成的事情 就是欧亚大陆的 包括非洲的古典文明古代文明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期间 是没有澳洲和白美这样的概念 我们就没办法拿来比较 尽管那个时候有独立发展的白美土著文明 有玛雅 是吧 但是我们不能拿来比较 我是这样一个说法 OK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四个标题 第一个标题是3000年前的世界是怎样的 华夏是怎样的 第二个标题是华夏瓦地3000年的发展演艺路径 第三个标题是 中国人的魔兽型人格是怎么来形成的 地狱是怎样炼成的 第四个问题是3000年之后的世界 也就是今天华夏怎样 这个世界怎样 中国人给这个世界带了什么 中国人有没有危机感 好 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谈 3000年前的世界是怎样的 3000年前的华夏是怎样的 是吧 那我们先说华夏 3000年前的华夏就是华夏正在接受一次王朝的变更 武王法咒 那是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的事情 那这次武王法咒它产生了一个结果 结果就是 武王朝的合法性没办法解决 因为从这个时候起 华夏它就成为一个世俗政权 它就没有神权政治的参与 在斯塔福利阿洛斯写的《全球通史》中 他讲到中国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有这么一句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文化 独特的社会 是人类已知文明之中 古代文明之中 唯一没有济师阶层 没有神权政治的社会 我不知道这个话说的是好话还是坏话 但我们要看今天的结果 我们最后来评一评它这话 而其他的人类社会 它都有神权和宗教的参与 居然人类最大的社会 六千年前的苏美尔社会 就有庞大的神庙系统 用泥土夯起来的宏伟的神庙 神庙里面摆放着人们去进贡神灵的祭品 苏美尔的文明已经很高了 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拿活人祭祀的标准了 那是六千年前 所以孤立发展的文化和核心文明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要去查一查 你会发现一直到哥伦布之后 白美的阿斯特克社会 它还是用活人去祭祀的 而苏美尔忠心文明一代 它六千年前就没有这样的祭祀了 虽然他们非常敬畏神灵 但他们选择用动物来祭祀 因此它这种宗教神学观 它影响到了他们旁边的一些部落 包括我们得知的三族部落 韩族部落 就是后面的犹太人和埃及人 所以三千年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应该是三千三百多年前的事情 就是埃及的著名法老 拉米西斯二世 拉米西斯大帝 在位的时候发生了一期 犹太人 以色列人集体出逃 从埃及回到迦南的一个故事 就是圣经中的第二篇 摩西五经中的第二篇出埃及记 这个故事非常精彩 而这个出埃及记 带给犹太人 后来带给这个世界 著名的摩西世界 还有来自于上帝的律法 因此以色列人被称为是上帝的选民 这个大概的时间就跟中华文化 我其实不喜欢说这个中字 华夏文化的起源时间是一样的 最早的殷商的甲骨文 安阳阴墟的挖掘的考古年间 也是3300年 这个时候埃及发生的事情 这个时候远东发生的事情 这边发现的是 英桑他们的青铜系 用来煮人肉 煮人头 用活人来祭祀 这边是什么 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 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核心文明和边缘文明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时代 那还是有区别 无论是从发展速度上 还是从他们的发展的质量上 都是有区别的 所以如果想让一个文化 它得到充分地去吸收一些好的东西 它必须要跟主流文明交流 而当古代不像现在有高铁飞机的时候 这种交流更没有互联网 互联网非常方便 因为价值观的交流 是通过网络来完成的 我们甚至不要去买什么商品 当时可不像 所以古代的文化交流 它主要是通过贸易来完成的 它的商品的输出输入 商人的旅行 它不仅带来的是商品 它带来的还有宗教信仰 文化和价值观 还有技术 所以远东大家注意了 这个华夏所处的位置 它是非常偏僻的 它东陵太平洋 这边是青藏高原 西南是青藏高原 西北是温带大荒漠 北边是西伯利亚 蒙古高原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 一个农根区 所以当华夏人的祖先选择 在这块地方发展的时候 它就有先天性的文化的不足 它在它的移民过程中 它就不容完全地从核心文明中 吸取更多的营养 因为它的传播路径太远了 这个我在传统文化和社会证明中讲过了 所以我们要讲一个结论 大家要认定这个结论 结论就是在一千三千年前的那场武王伐咒的过程中 在第一次改朝换代的过程之中 华夏形成了一个权力即真理的世俗社会 明白了吧 所以华夏这三千年 它没有产生过成熟的神学和宗教 佛教它是从印度传过来的 本土的道教也是属于那种萨满教的那种类型 属于那种泛神润自然神润 它的品格是比较低的 它的发展程度是非常原始蒙动的 所以由于没有神学和宗教 它就无法产生哲学和科学的文明概念 这个在华夏不是说 哲学是什么 科学是什么的问题 而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这两个概念是二十世纪从日本传过来的 是现代汉语的成果 我再告诉大家 现代汉语它不是在中国完成的 是在日本完成的 所以华夏的这块土地的唯一成功的就是 让这片土地上每一根韭菜都相信 权力有真理 这个是谁完成的 周公弹开始 再有他的两个弟子 我在第一集中讲过了 谁 所以在这套社会制度之中 就是你的权力越高 官位越大 你就越有话语权 所以中国社会三千年之间 它是一个权力垄断真理的 古代是皇帝 金口语言 今天是包子金句 习包子金句嘛 学习强过 所以这样的智障型社会就由这几个人完成 五个人 忌弹 中弹 孔秋 商鞅 嬴政 刘彻 后面两个是皇帝 其实跟他们没关系 就前面三个这个属于思想家的这种政治家的这种人 决定了后面两个人的走向 但是后面两个人对华夏社会的走向是起决定作用的 为什么 因为秦始皇通过商鞅变法统一了华夏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 他完成政治上大一统 对吧 而且他确立了皇帝制度 就是非常邪恶的一个制度 在天下 失戏 我是通吃天下 韭菜我不让你们活 结果什么 结果成人无管怎么说的 反正去渔阳也是死 是吧 年轻的嘛 在这边也是死 那好死不如坏死了 对不对 咱们干的 就这样吧 秦明帝国给推翻了嘛 这汉武帝学乖了 你这个秦国这样搞不行啊 汉武帝怎么 把孔子又翻出来了 来一个什么 独尊儒素 所以这个就是儒法河流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完成了 并且在现实中走向这种权力即真理的反面 在华夏这边土地 权力统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就是权力就是谎言 这是必然走他的反面 大家能理解吗 好 所以在这种逻辑之下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了 华夏三千年前的社会就是一个无神人的社会 最后演化成一个活生生的地狱 这个活生生的地狱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的三千年 他都是地狱 他的结构是一样的 他的坏人做坏事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他的饥荒 他的战乱 他的轮回 包括现在他发的大水 都是一样 我们翻开史书 我们就知道了 其实二十四史包括现在的共产党史 他就一本史叫华夏地狱史 所以如果给过去或现在的强国来定性 我认为中国就是各个宗教系统中所描写的那个地狱的惨状 因为三千年来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 所以导致了这个惨灭的结果 为什么 索尔人已经说的 世人不信神 人间及地狱 他那个说俄罗斯的 俄罗斯其实是有东正教传统的 他都被共产党搞成那个样 所以你这个没有宗教传统的 来了这样一个完全唯物的这样一个政党 那不战狼死光光啊 战狼还活着啊 所以这个地狱我们可以看成是世俗的一个超级大监狱 全力通吃 韭菜们献肉献器官 献上你的忧虑 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 丧失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的文化荒漠 人人互害 争夺食品 争夺交配权 拼命地追求物质财富 互相投毒 意志 义愤相识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 请问哪个人类社会像你这样 完全是一个没有信仰的 纯粹的拜悟社会 拜悟教 因为你没有一个成熟的一个宗教 没有基督教的圣经真理 中国人他的选择 只能在这道权力 即真理的如不及下 选择权力宠脉 偶像宠脉 不断地去阉割自己的精神世界 知识分子在不断地去 做那些智障型的事情 去跪填权力 他的文化发展方向 那就必然是 禁锢思想 控制圆润 铲除异己 新文字域 所以这个三千年也是文字域的三千年 大家有没有记得一个故事 就是公元前880 848年发生的州立王国人暴动 那个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一段共和期 为什么 那个时候没皇帝 现在都有 中国是一直有皇帝的 西大帝 那个时候太祖 为什么会发生国人暴动 这个家伙不让人说话 搞文字域 谁说话把他腿给剁了 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 赵公说的叫什么 防民之口 胜于防川 所以华夏从他的起步开始 就搞文字域 搞到三千年 一直搞到现在 刚刚被抓了 我们翻开人权记录 看一看 是吧 许智永丁家喜 又被抓了 那个许章润教授被整肃了 被清华大学开除了 你看大学教授不能说话 所以这个结果就是文字域 他站了一个非常恶劣的结果 是造成举国的集体无意识 和习惯性虚伪 那是人性的一片黑暗 你不让人说话 所以看中国问题 看得准的是国外的思想家 法国启蒙运动的时候 有一个大思想家 孟德斯丛 他怎么说中国的 他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社会 专制的手段是恐怖 专制的目的是沉默 你要把你看透 所以你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 约束权利的社会 是一个没有成熟文化的担当的社会 没有人性深处去思考的 我们在这个社会中要追求的是什么 追求的是不是真理 不是 他追求的必然是看得见 孟德斯丛的世数的成功 物质的成功 所以我们到现在可以给 3000年来的中华文化下个定义 华夏文化下个定义 我写过一个推特说 何谓中华文明 这个是讽刺他的 文明是指人们在 能不能和睦的在生活 在社会集团中的状态 也就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状态 以及达到这一状态的过程 中华是指远东社会 对华人在文化中心主义的状态下的自恋行为 自恋认同 非主流文明 我们要定性了 他跟主流文明差得太远了 如果说3000年前的主流文明 他在灯塔上 那么华夏的主流文明就在哭泣中 这是3000年前的状态 现在是什么 我到时候再说 中华文化体现在 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吃人 中华和文明实际上是无法兼容的 因为中华的本质是反文明 也许你看到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一年来是我的观众 你再不赞同我的观点 那我觉得我一年来算是白努力了 真的 好 谢谢你 这个文字域是3000年来 强国文明程度的真实写照 那些一赢过 祖先曾经扩过 中华文明曾经领先于世界 2800年 就最后200年没有领先 被西方人超过来打我们 那些疑人蚂蚁 来侵犯我们天朝上国 你是不是要科多了 你根本就没有认清楚 你这个华夏在3000年之中 一直是人类的搅拌地 无论是你的军事科技还是文化 包括你的思想 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方块字 如果没有西方文明进入 我们现在连个厕所都没有 我们现在所用的一切都是西方文明 都是主流文明的物质成果 因为它的精神成果你是要抵制的 所以一赢中国文明 中华文明领先几千年 都是阿Q式的巨因 一个人如果要清醒 首先得要正视强国的过去 现在包括未来的一段时间 它占据着全世界最大的人口规模 产生的文明成果是零 这是一个严重的背离 为什么 因为你3000年文字语 他不准你去思考 他还不准你说话 这个社会只有一个人说话是对的 是金口预言 皇上马 普通人说错一个字 满门超赞 对皇上不满 灭旧族 你说这种社会 它能产生文明 能产生自由 哲学科学民主 宪政 做梦吧你 洗洗碎吧你 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想到一个文化 它具有活力 你得给大家去认证 给大家去交流 允许大家说你不好 西方的文明是被 很多思想家 哲学家给骂出来的 对不对 如果一个君主 他做的不好 马上有人说你专制 你对百姓不好 你还听到什么 我改正 不是把说话的人杀掉 你怀下的态度是什么 凡是说真话的人 我全给你剁掉 你说你这个社会的发展 发向是什么 那就沉稳下去 就是从脚板底 沉到地下室 这个国的君主 包括现在那个 椅子上的两百斤 他就是个流氓头子 你想想看 一个黑社会老大 他本身就是个强奸犯 他的墙上挂的 就是强奸子男 就是割韭菜子男 他们全家都是强奸犯 他们全族都是 这种 对吧 都是那个收割机 就跟中共集团一样 他都是犯罪集团 历史上他人做善事 做好事 他良心发现 他不割你 不跟你割谁 所以 整个孔秋和商鞅的 这套外如内法 就是这个黑社会集团的家训 无论他的外表 包装的是什么 主义 什么西方 东方 那都不重要 内如外法 说错了 外如内法 才是他的核心 所以我跟你说 这个凡是受到这套 思想和他的人理制度的 所影响到的华人 他都是抢奸犯 他都是一种病毒 他都是接受了这种权力至上 溺出一孔的这种顶层设计 尽管他现在没有享有权力 但是他一旦享有权力 他就立马去收割韭菜 他就立马去支持共产党搞专制 所以我有一评论是什么 中国人那个料性就是 台下的天天喊 要实现民主 要实现自由 要实现选举 要人权 一旦他上台了 他立马就是一心一意 全力以赴搞专制 然后去封别人的口 哪怕用刀去杀人 就他们做的事情 从孙大炮到毛腊肉 到今天的两百景 都是这个德行 还有的朋友来跟我提出来 这个 卢家在战国期间出现了一个人物 叫孟科 他有一本 似是而非的 说明中国古代有名本主义的一段认述 就是孟子梁慧王上 这是在四书五经中 基督在孟子里面的一本书 我且不说这个孟子是真书假书尾书 不谈这个 光谈那句话 他讲的 名为众 社稷次之 君为亲 好像说的挺有道理的 然后让那些 卢国们意赢了 你看我们卢家有宪政 这个就是卢家宪政的一个标志 你老子净水了 你分不清什么叫名 什么叫人本主义 什么叫神本主义 你难道不理解人权是神父的吗 你这个是一个 似是而非的混淆了 人权和神权之间的概念的东西 你在他的话语体系里 天生采用的就是君明二元字结构 你给自己定性了 我就是聘明 所以我要怎么样 在孟科这位圣人的嘴里面 变成位置比较重要 至于他这里有没有实现过 那是其次 光是你这种把人看成明的 看成这种君明君臣的二元润 就可以看出卢家思想有多邪恶 卢家早就把韭菜们的子子孙孙们 一网打尽 同意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卢家和法家 都是源于这套周礼 源于这套等级礼教制度 这套是华家的核心邪恶的东西 谁写的 周中大 周中大的爸还单于编了一本华下的占卜大权 叫周易 也在那些博大金森派系眼里 那个是中华的魁宝 那个东西比本导钢幕还要高深 在他们眼里 这个是全世界最高深的东西了 跟他平行的叫皇帝内经 那也是本尾书啊 皇帝第一他不是华夏人 他有这个人也不是你华夏人 他是北方的这个游牧民族领袖 所以像皇帝内经周易周礼 这样的东西 他承载着华夏族弱厚愚昧的文化和政治基因 怎么产生的 由于瓦地的封闭的地理环境 和龙根社会的类循环系统 他没法出去 你明白了吧 就跟印第安人到了白美之后 他在他发展了一万多年的过程中 他都没有发展出铁器 到他到青铜就封顶了 你能明白吧 你就大陆 那个克尔斯特征服 那个阿兹特克的时候 说他们西班牙都有枪了 有火枪了 尽管他没有后膛枪了 他都有火枪了 火气了 他都近代化学了 你阿兹特克还是弓箭 明白了吧 所以你要看到一个问题 你的地理位置是不可能成为 旧大陆的文明中心的 你这个中国 那叫打动脸充胖子 你这个中国实际上要编国 或者叫支国 分支骂 所以你的文化在三千年之中是缺少和外界的交流和联系的 你对外他失去了一种 刺激你触发你升级的一种潜力 对内他也形成内卷 形成外如内法的一套残酷系统 也失去了升级和转型的动力 用我们的话说它是个死文化 它是文明南京的灰烬 所以你的华夏社会三千年就是一个牲口棚 就是一个魔兽世界 秦朝就是活生生的地狱 汉朝就是典型的牲口棚 本朝三千年之后的共朝 那就是十八层地狱 人人与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权 比共产党政权 比中共政权更邪恶 下面呢我是读一段材料 无论如果我这个视频可能很长 总言性的 华夏三千年皆地狱 如果我不把你说服 我以后还要费力再做视频吗 No 哪怕我这个事情切割成三部分 我都要把我准备的稿子给大家讲完 喜欢的朋友可以享受一下 不喜欢的虐过 直接拉黑 自商鸯为情开地业 中国就陷入了自然循环的历史离坛 华夏政权 龙幻顶替之频繁 举世所罕见 但在一点上取得了精冷的默契 就是无论怎么看 过去的君主和现在的党派 一代作文宝座 就立马改掉他们原来的诺言 原来是打土豪分田地 一旦有权力之后 他们就立马去收割 消夺民财 溃散民利 控制思想 束缚明智 打造国家的集权机器 垄断经济 财力 话语 思想 用暴力控制这个社会的一切 这就是中国历朝的一个政治难途 他们几乎多人在他们当权的时候 能够得逞意识 并且迅速地搞出一个集权性的社会 在他政府强大的同时 他把社会推到了苦难的深渊 而他们的自身也沿着这条捷径 走上了自取灭亡的不归之路 所以 华夏的王朝 他不可能出现 像拜占庭这样的千年帝国 像神圣罗马这样的八百年帝国 也不可能出现像英国这样的 王朝循环 他不要通过战争 他可以通过选举 他可以通过跟贵族之间的宪章决定 是吧 在英国的最后几个王朝的容换 他不是 你看都多王朝 金雀花王朝变都多王朝 都多王朝变斯特亚图王朝 他不是因为战争引起了 他是什么 他是因为君主绝世 绝世之后 然后根据他的这个君主的继承法 根据当时欧洲的继承法 是吧 然后从其他的旁之亲戚中挑选继承人 就这样他完成王朝征体了 如果我们从公元600年来算 英国到现在也有1400年的王朝制度 他们哪有这么大规模的战争啊 你据查了英国是有没有出现过 死了70%的英国人口 然后吃掉了70%的英国人口 没有 凡是你要找到的人类历史上的超级大饥荒 死掉70%的人口 只有在天上 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叫三代之后 上乱不已 战国后期 这种中华文化的这种发展 说错了 华夏文化的这种 社会的这种超稳定秩序 开始发挥作用 上阳主义开始垄断 华夏的政治意识 所以自三样变化之后 中华的政权又说错了 华夏的政权不断的灭亡 重建灭亡重建 而每一个都是秦帝国的复制品 极权体制出其制胜的稳固 它与个体政权的大起大落的 整体统治思维方式的固化 两条线上是平行的 一样的 无论如何 他这个政权获得权利之后 他采取的一定是 上京苏的策略 他连关都拐不掉 他最后还得捞回去 为什么 在他这个脑子中 他没有其他的方式 在他祖先留给他的 那些经典之中 也没有其他的方式 只有那些三杆五杂 只有那些站着的 圣人的道具 没有人告诉他 这个社会该往哪里走 在作为这个君主 世袭下的这种君主 声音大院的那些君主们 他们也没有实际的政治操作人力 但是一个撒子 他就要掌管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他带来的决策事物 每一个事物都是致命的 这就是中国的栽培 所以从孔秋三杨开始 这个中国逻辑的链条 开始正式形成 此后再也没有被打破过 而且他捆绑了华夏社会 开始末日狂奔 这道三杨主义 在今天的这种改革开放的这种逻辑中 体现出他的精神 改革开放就这样 一条腿走路 一边是蒙采油门 一边是石踩刹车 蒙采油门那是经济改革 石踩刹车的政治改革 他搞经济改革的目的是 让一种专制作大 而不是去搞各位想 很多次的那种民主宪政 这个在这片土地上 民主宪政 暂时是搞不起来的 如果你一定要问我 花多长时间 请你看这个标题 华夏三千年接地狱 你明白了没有 对吧 我看至少是两三千年 就广景 就这样一个充满着矛盾 严重矛盾 严重接队对立的中国逻辑 这种政治逻辑 流氓政治 却在韭菜和镰刀那里 在君主和大臣之间 取得了高度一致的同意 这就是我们整个华夏社会 你们啊 整个华夏社会的三千年的重担